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已经失去了东部所有的中国被动得意的那当然是日军当时呢日本国内啊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呢开始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是呢他们从春天笑到夏天从夏天再笑到秋天却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一年的冬天他们却从心底赶到了发寒为什么呢来看这个 这是1939年11月23号日本当时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刊登在头版的一条来自中国的消息明讲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所谓明讲之花呢就是这个日本蒙江驻屯军最高司令官阿布归秀死了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不就一个驻屯军司令官吗 在当时清华的日军里官比他大的人呢多的是怎么他被打死了就会让很多日本人如丧考彼心底发寒呢 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阿布归秀的级别中将要知道日军里面啊他等级森严中将这个级别呢已经是独当一面的人物 那平时在哪啊那都在作战指挥部绝不可能去危险地方的到了中将却被对手打死 自打日军成立以来从来没有过阿布归秀那是第一个 那当时呢很多日本人想不通啊说怎么可能呢 再说第二个原因那就是阿布归秀在日军当中的影响 这当然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阿布归秀1886年的出生于日本的青森县 这个人从小就爱听日本武士的故事啊就想长大了跟武士一样驰骋疆疆场效忠天荒 而偏偏他的少年时期呢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空前膨胀的时代 尤其是当时的日俄战争对他影响的很大 您想啊日本一个弹丸小国而那个时候的沙皇俄国多牛啊 国土纵横万里小日本居然干掉了北极熊那不是日本人更牛吗 我要成为这样的军人啊就这样阿布归秀呢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开始了他的武士生涯 当然当时呢有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呢很多 但只有阿布归秀成为了其中的佼佼者 为什么呢先来看看他的晋升 1907年5月阿布归秀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 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1937年8月2日他晋升为陆军少将 并升任关东军第一师团步兵第一女团的女团长 铸腾亨江省村武地区 1939年6月1日他调任清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入盟军独立本陈第二女团的女团长 红年11月2日他晋升为日本的陆军女团长 那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升得这么快呢 这跟他的特长有关 在正面战场上无论对手是东北军还是国民党的正规军 阿布归秀呢从来没输过 因为阿布归秀在山地作战方面呢却有过人之处 在日军当中他的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山地战专家 这是日本重用提拔他的一个关键 当然他还有一个特长 很对当时日军高层的口味 只不过这个特长呢 咱们得打上引号 啥特长呢 在中国但凡他看不顺眼的地方 必定三国杀光抢光烧光 这就是阿布归秀能够迅速提拔的原因 而正是因为这一点呢 日本国内当时呢 把他捧上天 人送绰号名将之花 意思就是前途不可限量 当时呢阿布归秀呢53岁 可是这53岁的名将之花刚被捧上天 怎么就一下子去了地狱呢 这让日本国内无法接受 那么当年这位名将之花在太行山上 究竟是怎样凋谢的呢 这就要说到他的对手了 就是这位赫赫有名的上将杨成武 杨成武呢福建人 1914年呢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您别看1939年的时候 他才25岁 可他的作战经验 一点不比阿布归秀少 杨成武15岁参加革命 17岁呢就当上了团政委 在25000里长征当中呢 那可是屡建气功 你像著名的抢渡乌江 飞夺卢定桥突破天险拉得口的战役呢 都有他的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杨成武呢率部开赴抗日前线 那更不得了 先是在平行关战斗中 他歼灭日军300多人 有力的配合了主战场 紧接着呢那就是奇迹了 随后不到20天时间 杨成武率部从日军手中连续收复七座县城 这在当时啊那简直没法想象 后来朱武明的禁察系抗日根据地 就是在他创建的敌后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这叫啥 这就叫棋风对手降狱良才 一个是日军的山地战专家 一个是八路军的天才将领 那说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还有点疑问 说前面不是说阿布闺秀 担任日本关东军的这个步兵旅团长 他应该在中国东北才对啊 怎么窜到太行山来了呢 这个呀只能用一个词来说他 倒霉催的 为啥呢 这里呢咱们还得介绍一支日本军队 日军的铸猛军独立混成第二个团 这可是日军的一支王牌精锐啊 咱们看过不少影视剧 带独立称号的 除了装备精良 人数呢比一般同级别的部队 那要更多 那这支日军呢 原本担负内蒙和查尔哈地区的这个警卫人 但在1938年的时候呢 被调到华北 那任务就是对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 进行扫打 当时的旅团长名叫长刚宽志 这里呢宏宇啊 给您道个钱 这个长刚宽志啊 咱们找了很多资料 没有找到他的照片 不过呢您要有兴趣的话呢 去查一下资料 你就会知道 当年的邵家庄战役和八路军120是交手的 那就是他 也就是在这场战役中 那么长刚宽志呢 被打成了重伤 差点就做了八路军的枪下轨 那为了加强这支王牌部队 当然更为了强化部队的山地作战能力 于是呢 日军就把他们的山地战专家阿布龟秀调来挂摔 也说到日军的把阿布龟秀调来华北 加强对太行山区八路军根据地的扫荡 你说要说这阿布龟秀啊 日军的山地战专家的名号 那也不是全吹的 他刚一来呢 还真给太行山区的游击队呢 带来不小的麻烦 那段时间呢 太行山原本活跃的 这个游击队啊 一度就陷入低迷 但是呢 阿布他没想到 太行山里还藏着一个年轻的八路军将领 杨成武 那那个时候的杨成武 他是什么职务呢 虽然只有25岁 可他已经是进查系军区一分区的司令员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要重点说到这两位的交手了 具体交手从哪开始的呢 当然是日军的扫大 那是1939年10月底 杨成武呢 当时呢 还在府平县就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会议 但是呢 31号晚上呢 分区司令部啊 就给他送来了一份敌情报告 阿布归秀呢 就派了一个大队日军呢 还有一千多伪军进驻了来源县 准备进攻银坊一带的八路军主力 这份情报的提供者 名字叫纪成 是来源本县 1938年参加革命 他看上去貌不进城 个子也不高 面黄激瘦的 但是很轻易 他受组织之弥 最初扮作卖花生的小贩 接近日本兵 取得了信任 混进了日本的情报部门 当了一名杂役 有一天他发现来源县增加了许多日军 并且说要牲口和民俘 就知道日本人要扫荡了 同时他在日本队长的桌子上面 发现了一份路线图 接近就很快把这个情报 交给了我方情报员 最后转到一分区司令员 杨成武首顾 第一行就是命令 接到情报的杨成武当然不敢怠慢 不过呢 作为司令员多年作战 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 第一反应呢 不是怎么应对 而是分析判断情报的准确度 为什么呢 这也不是说 对这个情报员不信任 而是他知道日军呢 很狡猾 咱们看很多的影视剧里 日文鬼子都是那种傻傻愣愣的 咱们略施小技 鬼子呢立马上当 这个呀 终于跟你们说 千万别信 那个叫什么呢 抗日神速 那鬼子真要这么好打 咱们中国抗战还用打八年 打得那么苦 那么 鬼子要进攻了阿布闺秀的这一手 他是真还是假呢 杨成武琢磨再三 觉得应该是真的 为啥呢 首先 第二旅团不久前呢 吃了败仗 那么阿布闺秀呢 肯定想要一场像样的胜利来重真事情 其次阿布莱华之后呢 虽然让当地的游戏队吃了不少的苦头 但毕竟没有跟正规的八路军交过手 他也需要摸摸八路军的底 那确定了这一点呢 那接下来呢 就是怎么对付这规模 杨成武的目光就落在了地图上 咱们来看一下 晋查记根据地呢 位于太行山区 从来源县到银房 这一片呢 那都是山顶 出来源县城 进入长城的白石口 再往南到燕素崖和银房 中间呢 只有一条山路 那山路的两旁是什么呢 都是陡峭的山崖 杨成武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利用地形打埋伏 很快 他就把这想法呢 向晋查记军区司令员聂荣珍 就做了汇报 听完杨成武的汇报之后 聂荣珍很慎重 决定在京地 彭真 赫隆和关湘印 等同志的意见 彭真当时是 中共中央晋查记分级书记 赫隆和关湘印 分别是120市市长和政府 他们刚刚奉入 中央之命率部 由纪东 遗失到纪西 那天恰逢 警察记军区啊 筹备纪念陈迷 两周年庆祝活动 霍隆和关湘印 是印列荣珍和彭真的 邀请前的军区机关 做客 那么霍隆听到列荣珍的介绍之后 很高兴 连胜说 送上门来的打吗 打一个胜仗 正好庆祝军区成立两周年 列荣珍女士就说 大家都认为应该打这一仗 杨成武你就不要参加这次会议了 回去组织指挥战斗 这户有决定 由杨成武统一指挥这场伏击战 按说呀 既然领导给了指示 那杨成武他应该怎么样啊 军情紧急啊 赶紧回这个分区做准备啊 可是您猜怎么着 接受任务后 杨成武呢 却没有直接回分区司令部 怎么走的呢 走银房 艳素衙 三茶口 插舰岭 黄土岭 绕了一个大弯子 最后呢 才回到分区司令部 嘿 这杨成武这葫芦里面卖的是啥药啊 哎 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别看刚刚提到的这些地方 地形 他早就烂熟于凶 但是一旦开战 他的习惯了 那还要再查看一次 而且呢 是亲自去 这叫啥呀 这就叫务实 咱们今天啊 有些干部遇到事情 听听汇报 拍拍脑门 哎 他就做了决定了 这种作风 那要在战争年代 那搞不好 那是要误大事的 啊 就误实这一点呢 咱们还得向老一辈的革命家 多学学 好了 再说杨成武 最后他决定在哪设服呢 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艳素衙 艳素衙这里的这个地形啊 你一看就知道 地形是相当幸福 中间一条小溪 河床西边 它是一条几百米长的悬崖 那东边呢 则是一片连串的高地 而且最要命的是 中间最宽的地方呢 也不过三四十米 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口感 只要敌人进来 保管查身难道 那敌人来了吗 鬼子真来了 当然要想让这鬼子钻口 但是他不容易 那一天呢 杨成武他除了涉服 他还派出了一只诱饵 他让手下的一个支队啊 先假装在三茶口呢 跟鬼子碰上了 双方一接手 那右敌的支队 他是边打边撤 鬼子和这伪军一看 又 看来今天的功劳呢 是拿定了 兄弟们 追 结果 一下子就进入了伏击圈 敌人一进入伏击圈之后 我不就立即发行进 因为日本的这个 当时的军队的战斗力 还是很强的 所以这一战呢 一直打到傍晚十分 八路军大获全身 把敌人全部给消灭了 阿布闺秀和杨成武交手的第一仗 杨成武全胜 这一下呢 阿布闺秀那可就急眼了 又羞又怒啊 为啥呀 先不说自己顶着一个 全日本山地战专家的名号 但就刚刚晋升中将 他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 那这以后呢 还怎么混呢 不行 得赶紧把面子找回来 恼羞成怒的阿布闺秀就决定 亲自率领第二 第四大队 总共1500余人 带着最尽量的装备 沿着第一大队行进的路线 就直奔着引发 有人可能会问了 这日军的第一大队刚刚在这条路上的吃了亏 那阿布闺秀怎么还敢走这条路啊 这里呢咱们还得讲讲战术 所谓兵者鬼道也 那么阿布闺秀啊 其实一点都不傻 你以为我不敢来 我偏从原路来 这就叫出其不意 当然阿布呢 还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他估计啊 八路军肯定还在消化胜利果实 他要打八路军一个措手不及 11月4号阿布闺秀呢 帅步越过白石口 进入雁肃崖一带 那么他的如意算盘打到了吗 告诉你 别说八路军了 就连老百姓的影子他也没一个 等待他的只有八路军 掩埋日军尸体的一个个坟墓 那八路军怎么撤得这么快呢 哎 这就要说杨成武了 别看他年轻啊 可经验相当的丰富 他身指鬼子 除了狡猾他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报复心特别强 前面输的越惨 后面的报复越强 所以呢 战斗一结束 他命令迅速打扫战场 早就转移了 哎 这就是兵法上说的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那这一来呢 原本恼羞成怒的阿布闺秀 那就有一点气急败坏了 机令侦察兵四处打探八路军主力动向 11月5号 阿布闺秀的得到消息 说八路军的主力呢 以下四格庄方向退走 于是呢 命令日军迅速追击 果然 追出去没多远 他们和一支八路军部队呢 就遭遇了 不过呢 很奇怪 刚一交火 阿布闺秀摆好阵势 嘿 对面没枪声了 过去一看 八路军呢 早没影了 可是等着日军停下来休息时 突然呢 这支八路军呢 他又出现了 把个阿布闺秀给气的呀 打又打不了 追又追不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呀 其实呢 又是阳城武部的局 这是他们一支小谷部队 用来牵制日军的 结果呢 就这样了啊 猫鼠游戏 双方玩了一天 那再说当天晚上 折腾了一天呢 阿布闺秀的部队累的 那是精疲力尽 当他们好不容易进入四个庄 结果呢 发现 别说八路军的主力了 整个村子连个人影 他也没见到 当时呢 把这阿布给气的呀 本性暴露了 烧 给我烧 一声令下 把这四个庄老百姓的房子呢 全给烧了 前面说到阿布闺秀的两次扑空 早已是气急败坏了 那么杨成武的主力部队去了哪呢 其实呢 您不知道 就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呢 八路军呢 已经完成了又一个重要战役的部署 这里呢 咱们要细说一下 阿布闺秀呢 带着两个大队进攻 这对当时的进察纪军区来说呀 其实呢 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毕竟八路军呢 你论装备 论实力 都没法和这个鬼子正面对抗 所以呢 打还是不打 军区当时呢 并没有统一意见 杨成武当然主张打 他年轻气盛啊 更何况刚刚打了胜仗啊 部队的士气也很高 但是聂荣真 贺龙他们 还是怕杨成武的兵力不够 那如果吃不下 那弄不好自己 他就要吃亏了 这就是小谷部队 牵制阿布闺秀 整整折腾了日军一天的原因 再争取时间 那么八路军最后 形成了什么决议呢 军区最后还是采纳了杨成武的建议 咱们来看一下 这里呢 是来源县东南部的黄土岭 古时候呢 他曾经是一座古堡 地势是相当写要 那清朝西陵的守兵呢 就曾经驻扎在这里 而这黄土岭的下面呢 他却是一个大概三千米长的山谷 像什么呢 还是一个口袋 那您肯定听懂了 杨成武这还是在打伏击战的 没错 可问题是 头天日军的一个大队 他吃了伏击战的亏 那阿布闺秀 他还会上当吗 您要知道 身为日军的山地战专家 他能不懂这个吗 当然懂啊 但是杨成武 他更懂阿布闺秀 当时心里面在想什么 想什么呢 刚晋升中将 他就丢了一个大队 这个耻辱 他是没办法忍受的 他一定急着报仇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两次扑空 那更是恼羞承诺 所以呢 阿布闺秀就算是山地战专家 他也未必能够想到 八路军还会用同样的招数 再次对付他 那么杨成武的判断 对了吗 往下说 10月6号 杨成武故意把部队主力呢 在黄土岭的消息就放了出去 果然呢 阿布闺秀急冲冲的就带着他的两个大队就来了 这个时候呢 杨成武的部队呢 都已经埋伏到了阵地里 大口袋都已经准备就绪 但就在这个时候呢 事情啊 出现了变化 怎么呢 阿布闺秀的山地战专家的称号 那毕竟不是浪得虚名的 当他的部队进入山谷之后呢 他马上就感觉到了危险 八路军很可能从背后袭击 于是呢 7号凌晨 阿布闺秀就忍气吞声就下来命令 收兵回营 不打了 你看到鬼子狡猾了吧 这下轮到杨成武不干了 这盗嘴的肥肉呢 还能让他溜了呀 杨成武就迅速命令部队 做好战斗准备 不过呀 他也没敢轻易下手 为什么呢 他发现了 日军行军的很有章法 先头部队边侦察边前进 占领山路两边的高地 掩护主力通过 然后呢 先头部队呢 再前出侦察 再占领制高点 掩护主力通过 行军速度虽然慢 但是基本没有漏洞 但是呢 这也是阿布闺秀的命运 虽然他感觉到了危险 但是那天山谷里面 到处都是雾气呀 他始终没有发现 八路军的伏兵 那么到下午三点多呢 当日军的后卫部队 完全进入峡谷的时候 一场催花的战役 大响 八路军的两个团 顶住了日军的先头部队 迎头阻击 另两个团呢 从其他三个面呢 包围核心 结果呢 一下子就把这日军呢 压缩在了大概2000米长 百来米宽的山谷里 几千支步枪 一百艇重计枪 同时喷出了愤怒的火炼 足足打了一个多小时 山谷里啊 到处都是日军的尸体 日军的伤亡已经过败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呢 一个意外的情况 出现了 这个时候一团 陈振湘团长 在山坡上 就用望远镜 发现了一座独立的月诺 在月诺前呢 有几个跨着日本战刀的 日本军官呢 进进出出 远后的山坡上呢 还有几名日本军官 正在用望远镜进行观察 他立刻判定 这是日本人的指挥所 没错 这个院落呢 还真是日军 临时设立的指挥所 事后呢 八路军才知道 这本是当地一个农户的家 这家人呢 一共五口 可是日军为了设立这个指挥所呢 再次犯下了套奸队行 把他们呢 全部都给杀害了 但是呢 阿布瑰就没有想到 他的这次罪行 得到的报应 居然这么快 这小子还阴落 给我干的 团长 调整路要完毕 好 各炮注意 集群射箭 预备 放 看到这儿呢 您肯定要问了 说完了 日军所谓名将之花 就这样被干掉了 没错 日军的名将之花 确实死在了杨成武的 迫击炮弹之下 不过呢 关于阿布瑰秀死亡的细节 一直以来呢 却有着各种说法 咱们来听听啊 先说这日本人的说法 朝日新闻呢 他是这么说的 说当到达上庄子以南约 一公里的一处人家时 敌人一发炮弹 突然飞至身旁爆炸 阿布中将右腹部及双腿束处受伤 但他未被重伤屈服 仍大声疾呼 我请求大家坚持 然后呢 扶手向东方摇摆 然后是负伤约三小时 中将死去 那这种说法可信吗 咱们不会信 不过呢 很多日本人信 毕竟中将嘛 怎么能够一炸就死呢 死也得有点范儿才行呢 可以理解 再来看看电影里的描写 海击炮集群发射 最后的阿布瑰秀呢 全都被炸没有了 这个可信吗 实话告诉你 这个呢 更不可信 为啥呢 当时的杨成武的一分区啊 装备他少得很 迫击炮呢 总共才几门 炮弹那更是少得可怜 他自己不会造 你想要炮弹 那得去从这个鬼子那里面缴获才行 所以呢 你别说一个日军中将的 你就给一个大将 你也别想给一个集群发射 所以呢 咱们刚才看到的炮弹满天飞 这仅仅只是电影 看来就好 别当真 那么阿布瑰秀到底是怎么被炸死的呢 电视剧亮剑的第一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李云龙部当时突围 可就在突围过程时呢 李云龙他突然发现几百米外 有一个日军联队的长官指挥部 告诉你这个情节呢 那才是阿布瑰秀被击毙的真实情况 只不过呢 当年的炮手他不是柱子 真人呢 他名叫李二喜 据说呢 当时呢 还有个笑话 陈团长说呀 说二喜 你必须给我百发百中 谁知呢 当时18岁的李二喜就回了一句 说不可能 我绝对做不到百发百中 最多也就四发四中 为啥呀 当时呢 只有四发炮弹 可就是这四发炮弹 让日军的名将之夸 从此就凋谢在了太空山上 当然阿布瑰秀呢 也以他的死 向世人宣告 八路军不是由而不及 好了 感谢您收到我们本期的经典 本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